好 我们谢谢郁杰好显示虚惊一场哦 不过我们将镜头转到了这个台湾这边 这是因为今天早上在澎湖下起了大雷雨 那么水利署也紧急的发布了一级的淹水警戒 马公市区的湿雨量在当时已经达到了63毫米了 而市区当中更是灾情残旧 因为水呢是淹入了整个车库里头 车辆都泡汤毁损了 民众说啊这就是附近时空没有做好排水所造成的 雷声轰隆隆狂炸 再配上倾盆大雨滴答声响响了整个上午 天色也一片灰蒙蒙 这是5号早上澎湖地区的雷大雨 地车经过两旁喷起大量水花 地上淹水水位也已经淹到人行道上 水利署紧急发布一级淹水警戒 其中马公市的湿雨量高达63毫米 澎湖各地也出现淹水状况 主要原因是因为这个雨量下得太大了 另外就是这个污水处理工程的这个水道问题 它那个水也很多 因为排泄不及 然后把排出来的水一起流到那个地下室 地下车库淹起大水没过消防员的脚相当严重 消防员赶紧利用抽水马 将车库中的水抽取干净 根据了解车库中的十几台车都浸泡在水里 甚至还出现损坏的状况 让民众都相当困扰 那边排水没有排好 那边坐那个污水处理的管路没有做好 如果整个的淹水就淹到我们这城洞 我们这城洞只有一排六度的 那个也是你们的地下停车场是不是 对 我的车都靠过 在这边住了十几年 从来没有淹过水 附近邻居也屋内表示在这里住了十几年 首次碰到淹大水的情形 表示因为施工处没有将污水处理管线安置好 才会导致这次的淹水 虽然消防人紧急到床补救 但被浸泡在水中的车辆物品损失难以估计 恐怕还得以住户们自行承担 记者邻近同样的组组报道